个小刚恋歌 característ惊喜 cela基本上是她全年 歌词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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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Candy 新一年 但我祝你 青春尚助 永远如此Yb corona 新一年里 希望你的工作做到不停,接到不停,就可以賺大錢 謝謝師傅 今天你來到,是想找我談談什麼 其實我想問你關於十二生肖,有什麼可以 其實十二生肖,今年新的一年,是什麼年? 讓我考考一下你 是陽年 是,陽年 屬陽的朋友,在一個新的一年裡面,又會有什麼呢? 陽年,我們通常都會叫做梵太歲 因為陽年屬陽的朋友,就是本身的本命年 那般上,梵太歲的朋友,通常在新的一年裡面 例如他的事業,他的工作,健康,甚至乎感情 都會面對很多的問題 那在事業方面,屬陽的朋友,在年初的時候,開始都會比較順暢 但是呢,到下半年下來,就會有很多的阻滯 所以說,在事業上,屬陽的朋友,今年可以只可以二手,不移工 那是什麼意思呢?師傅 二手不移工的意思是,屬陽的朋友在今年,如果他很想去發展 或者更抗戰自己的事業,必須要三思而後行 因為本身,而且是打工一族的朋友,老闆就會特別對他挑剔 例如,會有諸多的問題給他,諸多的壓力給他 令到他自己非常之不太開心 所以屬陽的朋友,在新的一年裡面 他自己必須要學到一種去減壓,去放鬆,去放鬆 那就可以令到他自己不會太辛苦了 那屬陽的朋友有這麼多的問題的話,師傅有什麼可以化解呢? 其實化解的方法有很多種 首先,我們就要調整一下自己本身的心態 有很多朋友就會想到,每年的梵太歲都會有不同的生肖 那麼屬陽的朋友,如果他想著今年梵太歲有這麼多的問題 他就會說,不知如何好,其實方法很簡單 第一,你必須要調整你自己的心態 就是說,不是梵太歲就一定是說不好的 那麼如果我們更加好的,心安理得的方法 那麼我們可以提議就是,來做多些報師 比如說,去幫助一些貧窮的家庭 或者幫助一些學校、教育方面的東西 去做多些報師 也可以幫助他自己本身提升自己的運氣 就是所謂我們增加他本身的福報 那麼屬陽的朋友來說,如果說到財運 財運來說,屬陽的朋友呢 他在陽年裡面,只會是出多,就入少 換句話說,他要賺多少也好 到可能呢,就會有一個方法或者一條路 就將這些錢就出光了 所以他也難以聚財 在這方面呢,我們在道家法科裡面呢 都有些小法科 就是可以幫助這些屬陽的朋友呢 在他的財運呢,可以增加 或者提升 當然,這方面的小法科呢 就不是說,在容開你就可以確保你賺大錢的 就是一個方法 可以令到屬陽的朋友在財運方面呢 是有所增加的 那麼,Candy啊 其實你有聽過我們中文呢 就叫做鏟草 鏟草 就是蝦蝦啊 有沒有聽過賴蝦蝦想吃天鵝肉 有啊,聽得多 就是我們白話來說呢,就叫做蝦蝦 那麼,我簡單一點 介紹給你們知道呢 就是 青蛙,即是蝦蝦 但是這個蝦蝦呢 是三隻腳的蝦蝦 三隻腳的蝦蝦,我還沒見過 是啊,這些蝦蝦呢 就現在我們教你的小法科 吃不吃得啊 那你有見過三隻腳的蝦蝦嗎? 沒有 當然沒有啦 這個只不過是 在我們風水裡面呢 一種小法科 是幫助屬陽的朋友 這方面呢 可以提升他的財運的 嗯嗯 這個呢 就是 三腳蝦蝦 是 三腳蝦蝦 那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他的蝦蝦裡面呢 就含著一個銅錢 是啊,為什麼呢?師傅 含著一個銅錢的意思是 他會擔的錢 會擔的錢呢 進來給你 那麼,現在我教你的小法科呢 就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每一個月 都有所謂的糧單 又或者是 銀行裡面呢 都有所謂的元結單 那我需要到呢 那我需要到呢 除非你找這個三腳的擒距之外呢 我必須要載 你三腳的擒距 就是銀行的擒距 或者是你本身的薪水的三腳的糧單 就好像你申請稅用卡那樣 嗯嗯 現在很簡單的 那你就照這個方法 首先你一定要找一個三腳的擒距 就是 然後你要再找三腳的糧單 或者是三腳的銀行的月結單 那你找到之外 你又把月結單 放在地上那裡 嗯 而這個三腳擒距呢 就擒著這個月結單 嗯 就放在你家裡 對峙的門口 嗯 對峙的門口 即是大門口中間 是啊,不是,你是放在門的 對峙的門 但是你的這個擒距呢 就必須要向你的屋內裡 就是 就好像一個示範給你看 這個擒距 這樣叫向外 對峙 那現在你就把它放進來 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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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口就在它背後 嗯 意思就是 它擔的錢進來 哦 那要怎樣 當然要配合 我本身可以有一道財富放進去 就令到這東西呢 就時半崩溃了 熟陽的朋友 在新的一年 他本身又煩太歲 事業又不順 才又難聚 這樣一個人呢 就會變成情緒很低落 對不對 對 很多時候呢 就會去暴飲暴食 嗯 那暴飲暴食呢 就會導致到他自己本身的健康呢 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熟陽的朋友 你要記得 犯太歲 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 是你本身調理你自己的心態 當然 做多些布施 健康方面呢 去做多些運動 千萬要注意 不要暴飲暴食 注意你自己的飲食習慣 那師傅 說完健康過後呢 有些什麼可以 和熟陽的朋友 慣慣於桃花那方面呢 熟陽的朋友呢 在陽年來講呢 他的感情方面呢 很容易就會有很多變化 怎麼說呢 熟陽的朋友 煩太歲 嗯 心理可能呢 會打多少 不是很平衡 是的 那麼呢 也會很多時候 就會認為是 因為我今年我煩太歲 所以我脾氣是這樣的了 我事不順 那麼相對呢 如果有女朋友呢 可能都會和女朋友呢 經常會有爭吊 那麼如果是熟陽的女性朋友呢 也都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 而和男朋友呢 會有多一些的口角 是的 那麼至於已婚的朋友 就是有家庭的呢 也都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但是 都是那句啦 煩太歲 只不過是熟陽 是本身的本命 但是最重要的是 自己調理的心態 所以熟陽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呢 千萬不要這麼執著 一樣是可以追到 或者和你的太太 先生也好 都是一樣可以和好的 千萬不要為這個 感情的問題而煩惱 那麼熟陽的朋友 要記住 師傅說些什麼啦